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 去挑战,去不断成就新的自己 这就是我眼中的奋斗 12月31日晚19点30分 用奋斗,点亮幸福 元气森林江苏卫视2022跨年演唱会 等你了 江苏卫视2022跨年演唱会到几时 你将听到邓丽君唱周深的大鱼 要问跨年谁最忙 那么周深定然要被评为跨年劳模 其他明星最多出现在两个跨年晚会的现场 而周深不一样出现在五个平台跨年 堪称行业劳模 尽管参加多个平台的跨年 但周深的现场没有半点含糊 即使是现场直播也表现得很稳 不愧是天籁之音 Live简直不要太棒 在周深出席的五个平台跨年晚会当中 只有江苏卫视的跨年是现场直播 其他四个平台都是录播 这也是为什么周深会同时出现在五个平台的原因 作为每年跨年最期待的节目之一 江苏卫视2022跨年演唱会正在紧锣密鼓的彩排当中 今年的跨年演唱会又有哪些新亮点 一起来先目睹为快 江苏卫视直播2022跨年演唱会 周深演唱歌单有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漫步人生路 小城故事 大鱼 一场演唱会级别的视听盛宴 Live晚会 你准备好了吗 周深将通过全息模拟影像技术 与邓丽君女士合唱漫步人生路 小城故事 大鱼 大家好 我是邓丽君 12月31日晚上七点半 来江苏卫视2022跨年演唱会 我们一起畅想生活的甜蜜之歌 看了节目单 期待直被拉满 特别期待这次有趣又令人感叹的舞台 为了呈现更加多元完美的舞台 今年江苏卫视将升级AR虚拟技术 继续打破观众的想象边界 演唱会总制片表示 我们以往做邓丽君 都是在他现有的成像里面 聚取一些画面 选取一些素材来进行二次创作 今年不仅我们用了一些全新的AI技术 同时让邓丽君第一次首次突破了另一个事情 就是他唱别人的歌曲 他今年在晚会当中唱周深的大鱼 漫步人世路和小城故事 周深将和邓丽君隔空合唱 江苏卫视可以看出对周深的重视 满足他想和邓丽君合唱的愿望 就是不知道大鱼是原版本还是乐剧版 不得不说一句 江苏卫视的跨年 是最让真正喜欢听歌的人最爱的晚会了 我再祈祷快赶走爱的鸡皮膜 男孩和姑娘 何必太过悲伤 一整年下来 周深大大小小参加了110余场的舞台演出 推出了近46首原创歌曲 再加上参加各种综艺活动 基本上可以说 周深同学每天不是在演唱 就是在演唱的路上 而周深这样一整年连轴转的劳魔行为 也让2021年成为周深全面开花 多出结果的一年 让他荣获了许多音乐上的奖项 也成为国内各大演出活动的座上宾 2022跨年演唱会 周深舞台齐现场 成为当之无愧的顶流歌手之一 周深同学之所以这么受大家的喜爱和欢迎 最重要的还是来自周深自身的业务能力 周深的每一次舞台演出 都是非常敬业认真的去做好 因此他的每一次演出的完成度都非常的高 几乎成为行走的CD周 在加上周深一直尝试着歌曲的跨界合作与创新 也让大家对周深的每一次演出充满了期待 12月31号晚上7点30分 让我们一起期待 沉入深海 任由你控制我的呼吸 可寂 我已属于你 当你看着我 我就是最真实的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